大家好,我是台长师兄,今天的内容呢,仅供娱乐,拒绝封建迷信 这是大流人一字连环绝这本书上的一个内容,不是讲书上的一个内容 好,那它是几位陈将五十刻的八专,三船丑四四,将成腾蛇青龙青龙 来一主,南面上有数码富人来往失败,既一姓孙人 主大惊恐坏钱一十万,至更生日,既无事也 这个课呢,是说,来意的话,是南面有数码的富人,跟这个人呢,有不正大的男女关系 事情会有败露,既一个姓孙的人,如果遇上的话呢,是有大的惊恐 坏账十一贯,然后呢,到更生日,就没有事情了 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,怎么知道是与南面的富人有来往 因为呢,正时是五,正时是五,五跟这个己的既攻卫,五卫相合 然后呢,这个八专克有主淫乱男女之士啊,所以然后还有五啊,是马 五也为南方,所以是与南边一个属马的一个富人啊,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何之失败啊,为什么说事情败露呢啊,然后这个干上太乙四,青龙为木啊 这个克日干啊,是关鬼谣,所以是败露了 为什么说记姓孙的人啊,因为初传 大吉丑,是姓孙,然后呢,成藤蛇,藤蛇的话是惊恐之士 之前有说过啊,坏账十一贯啊,为什么说是十一贯呢 要不回来这个钱啊,因为日干上青龙,青龙为财 对吧,财,青龙是数七啊,然后呢,这个四啊,是数四啊,七加四,一共是十一贯 为什么说到了更生日就没有事情了,因为这个青龙克日干,对吧 然后呢,这个木的十二掌声啊,木的十二掌声的绝在身 啊,然后呢,这个又被深克,对吧 呃,身上身上五成天空,所以以空论啊,那到生日就没事了 谢谢大家的聆听啊,我是台声师兄,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呢,也可以评论期或者私聊 联系我都可以的啊,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,拜拜